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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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L15项目自不过教练九有着最大的一个优势 那就是时间 相比于教练富士的全新研发 教练九完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批量生产的能力 特别是机使用的沃喷13霸动机完全可以自产 满足缺乏三代机教练机的空军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的需求 我们看到 在2002年首都公开后 当时仍称之为FJC2000的山鹰在2010年前后开始大量装备部队 甚至其改进型也加入海军服役 教练九可以海空军航空兵部队对高级教练机的环节而没至极 不过也仅此而已 教练九国敌的起点是其很难有更大的改进潜力 在四代机出现以后 教练九的教练能力已完全不足 海军的教练九教练副石尽管比教练九晚了于5年才装备部队 发动机也依然沿用AL22系列 但是其性能对比教练九的优势是实在的 我们可以看到 教练副石L15已经推出多个型号 包括戴加利和对D对空打击能力的Lift型 其设计目标是云雅克130 M346等高级教练机相竞争的高起点机型 教练副石所具备的加强结构能力也值得关注 在机身和起落架强度上 教练副石应该可以胜任 海军采购教练时表明 其对教练副石的性能是认可的 L15必产生了猎鹰强大的拓展能力 在海军采购教练副石 并且教练九自身存在大量局限的情况下 航母教练机最大可能就是教练石改进行 也许是L15的结构加强板Lift自用型 大概从一开始 人们就应该对米格21模改上线不抱幻想 这确实非常不现实 山一毕竟是大改的米格21不过 也不能完全否定教练九的作用 因为教练九在短时期 那天补了三代战斗机的高级教练机空白 并且成为高级教练机支柱也有一段时间 除了幸福一的尖20这类战斗机 教练九还是可以满足 尖10系列和尖11系列战斗机的培训任务 其有效性同样不必低估 不过对于高难度项目 教练副九是无法满足的 这点应当被承认 教练时确实代表未来 教练成像 教练 сери episode 教练 στη证DB 概念 zäh anat